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自从有人爆料,北京的这公交车上出现一个有着通天文的整黄旗大妈以后 网络上聊八旗的段子,写八旗的文章啊,那就是铺天盖地了 我呢也看了,可是我发现啊,这群人聊的呀,都是一些个提纲 甩下了,不少话头,既然当初啊,那口热乎的咱都没抢上 所以啊,咱们就只能炒冷饭了 既然炒冷饭啊,咱们就不如啊,多放点佐料,把它炒得细致点 偏爱青史的人一聊到这儿啊,那就申大妈哥了 说这努尔哈赤想出来的八旗制度,那高了去了呀 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有效的利用了自己并不多的臣民,办最大的事 这名粉就不爱听了,说这八旗制度太简单了 那不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巨堆嘛就是 哎,巧了,我既不是名粉啊,它也不是青粉,是非公断啊,还得您来定 我这听说的重名工 有人说呀,这八旗制度不是努尔哈赤发明的 它来自于啊,金朝的蒙安谋克制度 意思呢,是差不多,其实细分起来区别还是挺大的 金朝的事啊,咱们留到金朝那班时候再聊 咱们先说说呀,这八旗制度,这八旗制度最早啊,它可不是管理军队的 也不是管理人民的,最初啊,它是一种生产小组 哎,您也可以理解成啊,是一个小队 我这人呢,它理解能力有限,只能理解眼巴钱这点事 所以说有人跟我说,后金的女真人啊,是游牧民族 我就不乐意听,为什么呀,因为我没琢磨透啊 后金女真的发香地,遥远的东北亚,那儿哪儿有什么藏场啊 那里的人民呢,明显都是渔猎民族 他们的生产力主要体现在狩猎和采集 没事了,那就丧散,打打猎,娃娃人森撒地 在早期的生产生活中啊,这群女真人就发现 一个人不灵,为什么呀,您打个山猫野兔的一个人就对付了 可是要万一碰见个黑瞎子,东北虎 哪怕是遇上一个大一点的食草动物,迷路 一个人也够你崴国的 于是这群女真人啊,就决定要抱屯取暖 他们呢,就想出了这个小组工作法 十个人一个狩猎小队 这种的劳动小组啊,他还有个名字 满洲话叫做牛路 这有了小组之后啊,得选出个小组长来呀 小组长怎么选啊,这十个人啊 每人从自己的剑囊中抽出一支剑,给自己心目中那个头领 这样呢,以表示对首领的臣服 这个首领啊,也有个名字,叫牛路讹真 牛路讹真呢,您就可以理解为是狩猎小组的小组长 很多主播聊到这儿啊,就说这牛路讹真呢 他实际上是总领的意思 我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因为您往后听啊,到后来啊 这牛路的意思,他变了 他变什么了,他从生产小队 变成了军事小队 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万零二十九年的时候 东北努尔哈赤反了 为什么说他是反了,他不是起兵呢 他就是反了 因为他原来啊,是大明朝的官啊 那会儿啊,他可是建州卫指挥使 大明的二品龙虎将军 不是有这么个笑话吗 不知道啊,您听说没听说过 说有一帮名粉聚会 一哥们就领了一个生人 这帮人就问这个生人啊 说您祖上在大明朝做过什么官的 这哥们坑出了半天说 说我祖上啊,是建州卫都指挥使 做过大明二品龙虎将军 火,这帮没文化的孙子 说您这祖上是大明英烈啊 其实他们不知道啊 这哥们啊,他姓爱新觉罗 和他们这帮名粉啊 有亡国灭种的恨 扯远了啊,咱们接着聊八旗 刚开始造反的时候啊 这努尔哈赤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的 为什么呀 因为人少啊 咱们都知道了 这努尔哈赤最初是带领了自己的兄弟们 凭十三副一甲起兵的 十三副一甲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呀,这个披甲武士只有十三个 十三个御家人剩下的全是族青 造反起义他就是这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很快呀,这努尔哈赤的政权在东北就扎住了脚跟 于是这队伍一扩大呀 就得想招,得细化自己的部队了 老奴可就想起了老祖族这套牛鹿制了 于是呢,他把这牛鹿扩大了 别十个人一组了 三百人一租 再后来呀,这队伍又扩大 这五个牛鹿呢,编成一甲拉 首领叫甲拉鹅针 也就是说这甲拉鹅针呢,管一千五百人 可是到后来不行,还得扩大 为什么呀,人越来越多呀 所以说这五甲拉又编成一顾山 首领呢,叫顾山鹅针 这顾山鹅针呢,管七千五百人 您记准啦,这到顾山这时候啊 就到头了,这可就是八旗中的一旗了 可是您这脑子得活奋点啊 这一旗七千五百兵 可是这八旗兵最基础的编制 这后来呀,随便哪个旗的旗兵 也不止七千五百人 这顾山鹅针呢,那可就是旗主了 当然了,第一个旗主那肯定就是努尔哈赤呗 说到这儿啊,咱们必须得缓一扎 为什么要缓一扎呀 因为刚才咱们介绍的八旗呀 都是出则为兵 咱们下边啊,该讲讲入则为民了 刚才咱们提到呢,三百人的小队 叫牛路 一千五百人的中队叫贾拉 七千五百人的大队 也就是旗呀,叫顾山 这些呀,都是满洲话 后来呀,这个称呼就变了 他为什么变了呀 静官了呀 很多官员都是汉人 您再说这流话呀 他没人听得懂不是 这顾山俄镇呢,就改叫左领了 说这管理年庚姚他们家的左领 被划播到了四爷印针的门下 所以这年家一门啊,就成了庸秦王家的旗下属人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贾拉俄镇呢,自然也得起个汉族名 叫参岭 旗主王爷顾山俄镇 也得取一个汉族君相,叫什么呀 叫都统 最早听说这个词啊,是从刘巴瑞的相声里听说的 说这皇上啊,封这刘庸为八旗副都统 其实这里边啊,错大了 首先说这八旗都统啊,绝对不能汉人做 再者呢,哪有八旗副都统啊 都是某一旗的都统 所以说这相是这种东西啊 您听见就得了 别细琢磨,哈哈一乐,完事 左领,参领,都统 这都是军衔,可是旗内管事的人啊 他可不是只管军队那么简单 满洲旧制规定,三百人为一牛路 每户出一壮丁为骑兵 这三百人啊,只是骑兵而已 可是您别太较真儿 在大战时期也绝对不是每户 只出一个壮丁那么简单 这三百人啊,归这个牛路的左领管理 这三百户家庭也归这个左领管理 从入则为民的角度上讲啊 这骑主王爷管的可不是七千五百兵 是七千五百户 在八骑制度建立的一时 这些骑人心里就深深烙印着 必须要效忠自己的骑主王爷 然后再同骑主王爷一起去 服保后金韩国的大汗 这种先忠于骑主 后忠于皇上的笑话 在清朝可是没少出 历经乾隆嘉庆道光 三朝元老大学士松云 这官啊坐得还了大去了 督察院佐渡御史 兵部尚书五英殿大学士 赠太子太宝贤 这有一天啊 这军机处开会 皇上一抬头啊 找不着这松云人了 于是啊就问身边的太监 说这松云哪儿去了呀 这太监说呀 这松的人啊告假了 他们这个整兰旗蒙古 旗主家啊死人了 这松的人过去烙忙去了 这皇上一听就急了 赶紧找去 是这国家大事重要啊 还是他们家死人了重要啊 于是这太监联盟就 颠颠颠颠颠颠的 跑到这整兰旗 骑主他们家一看呢 您才怎么着呀 要说这内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 在骑主他们家 帮着料理丧事 那怎么着 也得是账房写账啊 不计 那体面的活儿啊 在骑里啊 还轮不到他 这骑主他们家呀 真行的出来 给这松的学士啊 找了一身白挂子 披麻带校 在门口啊 迎来送王 接客呢 这太监说 大学士走吧 这皇上等着您开会呢 松云还没说什么 骑主先烦了 这骑主说呀 这是我们骑里的事 皇上管不着 等我这忙完了 他自然就回去了 皇上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 只能是按其按憋 连衔接都没敢骂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祖上留系的规矩 他也没办法 这松云的故事不算完 之后还得讲 咱们在这儿啊 先留一个小扣子 后文书 咱们再说说呀 这皇上是如何解决这件事的 这八旗的故事不算完 明天呀 咱们要好好掰着掰着 这八旗当中 什么是主子 什么是 奴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